成就生命 生命电视与您一同拥抱生命迎向回来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 红法讲座 光子在菩萨 心声薄热薄鸣耳诗 照见乌云皆空 独一见苦 沙丽子 色不亦空空不亦三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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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即是空的 色即是录处 色即是照 могут 色即是空空即是录音 色即是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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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首相心事 無言耳筆舍身影 無色聲香味出發 無言間乃至無一世間 無明一無無明晴 乃至無勞思亦無勞思情 無哭泣滅到無知無得 無憂思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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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巴念 合掌代表身清净 嘴巴念代表鱼也清净 但是更重要是心一定要观想 南无常驻十方佛 你要看到佛 有没有看到佛 那就结束了 开悟了 观想 观想要看到 好像看到有样 南无常驻十方佛 对观想好多经典 我们在鼎礼 南无常驻十方身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就是说我们念本师释迦牟尼佛 观想 特别这边有佛像 然后念咒的时候 本师释迦牟尼佛 由心间全身放光 放光 加持谁 你想自己吗 也可以 透过你自己 加持到你以后 由你心发光 然后去帮助六道众生 所有众生 所以再念一次来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让着 沙摩卡地 说好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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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オマに recording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大念地藏王菩薩 奥秦释拉扎雲 一心鼎禮 甲谦仁波切 甲悲喪失 慈悲加持 护法善神 同享功德 父母祖先 冤亲在主 六道友情 离苦得乐 欧玛尼勒美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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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放转 谢谢各位的合作 我想修行就像刚刚这样 如何让自己能够保持正念 那当然包括身口意 我们都能够安住好 所以那这样呢就会产生功德 当然对自己最大的帮助 是内心能够清静 不但清静了 那你关心了众生 愿父母祖先六道友情 离苦得乐 来 这个代表大悲心 刚刚我们念的是什么 来 对三宝的虔诚 对三宝的虔诚 意欲 菩提心 所以我们对诸佛菩萨虔诚的信仰 而发菩提心供养 再来呢 来 对众生的大悲心 所以我们祈求三宝的加持 目的呢 是希望父母众生能够离苦得乐 那如何让父母众生离苦得乐呢 那我们就要通过一个 念下来 无我空性 对就是你的专心就对了 所以就像你手上拿个镜子 然后呢 太阳光一过来 这个镜子收集这个光反射出去 请问镜子光强还是太阳光强 有时候镜子光更强 因为它结合了 所以当你内心很专心的时候 然后呢 把佛的加持 透过你的这种空性 无我跟慈悲 就把这个光照到地下失去了 照到第一道 恶鬼道 所以我想我们时时刻刻必须如此 因为这个世间 请问这个世间痛不痛苦 移民到洛杉矶了还在痛苦 因为这个世间没有一个地方 不是痛苦 所以有钱没钱 一样痛苦 只要你有一个身体 你就无法避免痛苦 所以我经常去医院 这也是我出家的住院 因为就是我母亲生病 我去医院 我才认识 哇 原来如此 再多的钱 再好的社会民生 那是等你老了 病了 你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老师说 照顾一个老人 真的要花很多人力 物力 力采 力 精神 所以有福报的还被照顾 没有福报的还真可怜 但是重点是我们每个人都会老 所以各位我看网路上有一个 现在你三十岁把你化妆成九十岁八十岁 让你看看你自己 那个时候你就会开智慧了 什么叫智慧呢 智慧跟聪明不一样 聪明就是往外一直追求一直追求 智慧呢 那是一种对内痛苦的调伏 叫智慧了 就不让自己痛苦 所以当然大部分的智慧 是从痛苦来的 所以念一下三世诸佛 以苦为师 所以我想各位多去思维自己生命的痛苦 这个是佛法很重要 思维自己生命的痛苦 你才会找到生命的目的 叫什么来 出离心 很痛苦 然后你去思维别人的痛苦 众生的痛苦 那叫什么 大悲心 这是两个佛教的重点 那这个一定要抓住 对自己有出离心 对众生有大悲心 就是我思光常歌我讲了 念下来 对自己修小秤 对众生修大秤 请问你修哪一秤 我思光常歌 你是修哪一秤的 忙了老半天 你也不知道修哪一秤 自己也不想解脱生死 也没有对平等的众生 生起大悲心 然后就在佛教里面 混来混去 所以我想各位一定要抓住自己 这个叫什么来 静则修慧 动则修福 所以我们一静下来 各位你叫思维空性无我 脱离轮回的智慧 智慧是消除贪争词 智慧是什么来 调伏内心 聪明跟智慧不一样 聪明是往外的 智慧是往内的 不让自己受苦 我想现在每个人都很怕生病 请问哪一个人不生病 连老和尚都要生病 永远解脱生病的方法 那就是智慧 当你生病的时候 如果按照佛法的用词 请问有没有一个你在生病 没有啊 因为我们学佛叫无我 哪有我在生病 是身体在生病 正常的车子用坏就换一个就好了 轮车就换一个就好了 但是我们偏偏没智慧 把身体当作我的 现在医生说 你的糖尿病 你两根脚要切掉 那你就不行啊 对不对 如果我们会 你要是预备好 两脚切掉 正好打坐 没地方跑了 也没有腿会酸 也没有用腿会酸 如果你一直分析这个 你久了你就习惯了 当然有人问我说 海涛法师你出家多久 二三十年 你有没有什么感想 我说没有 就是把佛讲的话 每天用习惯这样就好了 在家在家 现在看人家吃荷包蛋 还是觉得很好吃 很香 对不对 然后呢 然后呢 豆浆加牛奶 哇太好了 葱油饼加蛋 哇 但是不行 为什么 那是欲望 第二个 那不慈悲 就是这样嘛 就是保持这个而已 接下来人家问你说 钱好不好 好 好 呵呵呵 你要说好 但是不能被他抓住 拿这个钱来 来帮助游民 来放生 对不对 来盖寺庙 那可以 所以这个就是说 你要有佛法的思维模式 所以我认为 我出家以后最大的帮助是 因为每个人问我都是佛法 所以让我习惯用佛法去思维 因为用佛法去思维久了 对于世间的变化 就觉得就可以放下 就可以怎么念下来 随缘 这个随缘不是随编 它有因缘的 所以最近流行一句话 来 别人对待我们 是因果 我们对待别人 是修行 所以各位因果你就要接受吧 先生对你好 儿子对你不好 太太对你好不好 那个是你的因果 不要怪对方 因为别人对我们 但是我们对待别人 那我们就要修行 要慈悲 要忍辱 这个叫修行 那我想这句话 各位应该背 别人对我们的是因果 我们对别人的是修行 那时候你就要修行了 他坐你的车是因果 你下车跟他say hello 那是修行 那这个代表你有在修行 不然呢 你就会觉得 你怎么可以对我如此 所以我想在这一点 就像我昨天去申请 你们这边叫 护照快速通关 对不对 他们叫我去申请 哇 问的真的是很麻烦 把我们当作有点像犯人 还给你考试 所以我那时候想说 一定过去我对他很不好 还问我 吃素可以吃丹吗 他想说大概我骗他 我说不行 可以喝牛奶吗 不行 为什么 我感觉慈悲 他在看我一眼 所以他好像在考我试一样 但是我想这是我应该了 我来美国就是为了弘法 我没有任何一点不好的动机 但是呢 对方不了解 这是正常的 所以那时候心里一直念 我一直希望他也跟我一样 将来登罗佛法 所以我很喜欢背这句话 因为了解 所以慈悲 你对对方不慈悲 是因为你不了解他 如果你了解现在坐在你隔壁的 过去是做过你的妈妈爸爸 要不要抱一下 我跟你说保证事 不然他不会坐在你身边 真是如此 因为我的特点 我认识很多算有神通的人 这是我的夜报吧 我从在家就这样了 所以时时刻刻有人在告诉我东 告诉我西 那我不得不信佛 这样 不得不信因果 那后来他们问我 我都跟他讲说 现在那个人是谁 他就会讲 那个人坐过你妈妈 那个人说 我说好了 久了我就不用问了 没有一个没缘 所以只是我们信跟不信而已 所以我们华人说 五百事坐着同一艘船 对不对 不能没有五百事的人 坐不了同一艘船 一千事同桌吃饭 要有一千事跟他的缘分 那如果说我们大家可以坐在这边共修 那多少事了 说不完 过去你是我师父 等等等等 大家聚会是为了佛法 所以要把握姻缘 这也是我现在 修佛那么久了 我的一个体悟是 不要放弃任何一个姻缘 以前我有点孤僻 现在还是有一点孤僻 其实不太喜欢跟人家讲话 那些 看到有人来我就会紧张 因为我不喜欢 面对人 但是现在 时间到了 下来吧 所以 但是下来 你就尽力就好了 但是你一直想在那边 你就会觉得有一点 师父有人要见你 我就紧张 所以 因为我比较孤僻吧 但是这个修行 就是 来 念一下 没有个性 只有佛性 不能有个性 所以 你要改变你 再念一下 没有想法 只有佛法 你不要太多想法呀 佛法叫我们随缘 佛法叫我们慈悲 那你就要用这个想法 所以佛法叫我们无我 要有空性 那有一个你你我我 所以佛法叫我们用真爱 不能用世间假的爱 请问夫妻之间的爱是真爱还是假爱 假的但可以变真的 你要把戒 念一下 戒假修真 对 因为用假的会很苦 凡事存在的都是虚幻的 都是假的吧 你执着它 它就会变化 那就是痛苦 但是如何戒假修真 那既然它对我好对我不好 另外一回事 因为动则修福 对别人要用大秤 就是了解它的苦 它今天之所以造业 是因为它不懂佛法 像各位你现在懂佛法 你可能有在吃素 但是你对一个正在吃肉的人 你不能生气 你会觉得说 我以前无肉不欢 对不对 跟它一样 就像我现在很喜欢放生 每次到海边河边看到人家的钓鱼 信说师父 我去跟他说 我说你不能跟他说 我以前比他还喜欢钓鱼 那是因缘成熟了 所以现在我很喜欢放生 那怎么办 没关系 我们把放生的功德 一直回向给他嘛 一直用他用悲心 他可能鱼竿就会收起来 但是如果你去说 你错你错 搞不好他打电话 叫警察抓你放生 那你就结了一个恶缘 所以我想各位修行一定要 念一下 修行一定要改变 请记住这句话 回去问你先生太太 你看我又没有改变 如果你没有改变 真讨人厌 所以千万不要做一个 让别人讨厌的人 让别人不敢跟你说话的人 因为跟你讲话 你会生气啊 不舒服啊 这样就不好 所以当然 我讲这个地方 各位如果你将来 有机会跟我讲话 请你多跟我讲 讲什么来 师父的缺点 因为我要进步 我唯一存在的目的 就是要进步 所以没有个性 没有习性 只有佛性 如果没有人 指点你 告诉你 那不行 所以经常有人 看我的电视录影带 我都会问他 那里面哪里有问题 如果找得出来有讲 因为我有进步 所以以前那位说 傻的法师 你发音哪里不标准 OK 我背很久啊 因为我以前 米南语也不是很标准 普通话也不标准 英文更不用谈 但是至少 我有在进步 我想 所以我认为 修行就像一个女孩 照镜子 要不要照到没有缺点啊 想尽办法 因为 每一尊佛菩萨 都这么庄严 特别各位到佛堂来 这么庄严 他的意思 是希望 我们的任何一个 思想语言行为 都让别人看到一个 庄严 不会让别人觉得 不舒服 吃东西 喜欢吃好吃的 还是喜欢吃难吃的 当然是好吃的 你这个人好不好吃啊 就是好不好款待啊 跟你在一起 舒不舒服啊 但是千万不要让别人觉得 你的心 好像有一点脾气不好 不能讲你的缺点 讲你就会发飙 就会生气 就会抱怨 那你 真是 令人讨厌 所以我要出家以前 我真的努力把自己扮演成一百分 好让我要离开的太太 哭成一团 因为我跟他说 如果我要出家 我在你心里面不是一百分 我就没有出家的必要 但是感情上 我就没办法了 我们只能把感情变成慈悲 双方就没有痛苦 但是感情是没办法解的 因为执着就是痛苦 所以我永远记住 佛陀要出家 就跟他的耶稣陀罗太太 讲了一句话 亲爱的耶稣陀罗 你要骂对方 先讲个亲爱的 你可以把你对我的爱 去爱皇宫以外 受苦的众生 你就不会受苦了 背下来 以后你要这样说 老公啊 老婆啊 妈妈 对不对 因为你已经找到真爱了吧 所以我很喜欢讲这句话 因为感情那么切 讲了 佛法就是真爱的意思 所以学佛 我师父可以说 学习爱别人 爱众生 念一下 服务众生 我记得我们从小都会被 人生以服务为目的 现在变了 人生以赚钱为目的 所以我觉得 在美国也好 现在的社会都有一点 贫富线索 有钱有钱的要命 穷的穷的要命 连个地方睡觉都没有 所以我觉得 各位活在美国 多一点机会 布施 衣服也好 钱也好 当然很多人说 叔叔你身上要带零钱 干嘛 看到穷人要给 我就问对方 你给你爸是给零钱 还是给钞票 钞票啊 那你怎么给那些可怜的老人 零钱呢 你至少要拿个 二十块五十块才标准嘛 对不对 那你说 干嘛给那么多 那你很吝啬哦 你给你儿子多少钱 我有几千块 对啊 陶在鬼 你宁可给他多一点 这个功德很大的 释迦牟尼佛说的 你用你的身体 生命 无量节的时间 供养佛 供养法 供养身 所有佛像 造成黄金的 不如 用慈悲心 布施一点点的食物 那是金钱 给众生 不好意思 马蚁 因为这是佛教最重要 慈悲 菠萝蜜 包含所有菠萝蜜 千万我们不能说 我是佛教徒 我不去帮助其他人 或其他宗教 其他民族 那就很可惜了 当然我在 我这一次从加拿大 到美国绕了一圈 两个多月 所以 走到哪里就是买面包 买面包干嘛 喂海鸥啊 那时候我发现 跟我开车的人就 师父 美国不能乱丢的 反正是先阻止再说 我说没有问题啦 三宝有安排 但是他们很可怜 我们走了这么远 才跟他结过缘 先吃一顿再说 所以我到哪里就故意着一时不思 当然 我也很激紧 我看情况 所以我们的眼睛像木鱼一样 看情况 已经知道情况没问题了 这样就好了 所以我叫你们通通上车 啪 丢完我们车就开走了 如果有警察的话 但是如果没有就慢慢丢吧 但是我跟你讲 我上回去不吃 有些人就很感到 师父他们怎么吃那么多 我说你才知道 那些海鸥吃吃吃吃 乌鸦吃吃 事实上都是放在他脖子里面 他回家要养小孩 他真的要养小孩的 他们真的是 这些妈妈很需要帮忙的 那当然有人会跟我说 师父你喂他喂习惯了 他将来就不会自己找食物 我说你想了太多了吧 你妈干脆不要喂你 你就不会长大了 人如果不想慈悲 可以找一千个借口 不要焉供 不要放生 不要施食 可以找一千个借口 所以各位记住一下 慈悲无障碍 真的是无障碍 因为这个世间不是人的世界 海有海神 土地有土地神 他时时刻刻在 互慈慈悲的人 时时刻刻 就算真的有警察来 他会把他吊开 上回我不知道在美国哪一个州做烟供 然后那个警车呢 他就绕不进来 绕不进来 一直绕一直绕 等我们全部收完以后 他才进来 没有了 因为他绕不进来 这个叫有护法神 当然我也碰过 碰过 对方如果在做这个好事的时候 他的动机不对 不好就来 所以我经常跟对方 你这样做 不能动机不对 不能有所求 不能有一个爱人的动机 不然呢 障碍就来 所以还是念一下来 慈悲无障碍 也就是说 你要时时刻刻 保持一个 念一下 无我的大悲心 就是不为自己想的 慈悲 所以 那慈悲是以众生为主 凡夫是以自己为主 凡夫是爱自己 那学佛了吗 念一下 学佛爱众生 那我们来学佛 就要开始学习 怎么样的帮助众生 那我 各位听我这么说呢 各位就要开始念习了 你的隔壁 你的邻居 跟你坐同一车的 你就要开始对他慈悲 认识跟不认识的 就像我一样 我来美国 我英文没那么流利 但是我用一句话 念一下 以心传心 当你念咒念佛就是信 回向给对方 不管他是开车的 他是那边的老板 或是那边的守卫员 你都要对他 慈悲 所以对人也好 对任何 你要像太阳一样 这个叫修行 你千万不要说 你千万不能够说 师父我每天念一万遍 我看你的脸都不慈悲 你会念到很烦恼 你还不如我爱你念一万遍快一点 我想咒 他讲的是一种愿 咒是一种愿 而且是一种自然流露的愿 叫咒 我希望你健康 自然的自然的 我希望你发财 你自然的那可以 所以念咒为什么要念到一万遍十万遍 它就让你这个悲心融入在你心里面 但是如果你没有注意这个 我念一万遍了 看你那个脸都不像观音 因为你是恋在嘴巴 恋在嘴巴也有好处了 就像来唱歌好听一点 因为口叶 但是你心没有练习到 所以 那各位一定要 重新出法 修行 特别大乘佛教师 利益中生 你的内心里面 如何去想着任何一个人 所以我现在都习惯了 前面胖了过来 我会你 帮你减肥 什么叫 什么叫利乐呢 乐就是给他现在的快乐 利是给他未来式的快乐 所以叫利乐有情 那现在他要什么 漂亮 有钱 身材好 健康 所以你必须要一直祈愿 这是不是慈悲心啊 事实上 你祈愿对方好 自己得到更多 所以佛陀说 保持持心得到十种利益 气色好 好睡觉 睡醒精神好 等等等等 不落 不堕落伤恶道 就像有一个妈妈问我说 师父 人家超度堕胎怎么超度 我说有一个方法 你只要看到女人走过去 哎呀 愿你母子平安 特别你看到怀孕了 哎呀 愿你胎儿平安 那就是你对胎儿的悲心 那你就会感动你的流产胎儿 就这么简单而已 超度 感谢人伯介讲得很好 超度是慈悲 只要你有悲心 对方就可以超度 所以就像我们华人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如果你用慈悲心念佛 对方就可以离开痛苦 佛法没有高跟深 佛法是一种心态的差别 所谓密秤 金刚秤 他讲的就是一种 不间断的空心 不离开菩提心 可以这样说 你能够不离开悲心空性 那叫金刚秤 所以阿弥陀佛说 我修了多少仪轨 所以我想在这一点 各位千万不要用这个数字 或是他很会修多少仪轨 来代表高跟低 就像那天有人跟我说 师父 我请那位上师 做一次超度 多少钱 我说那你就不用去了 因为就算他把仪轨背起来 但是他的动机是钱 那就不用去了 因为那个没有力量 大乘之所以殊胜 也叫把慈悲当戒律 这是大乘佛教特殊的地方 小乘讲的是个人的解脱生死 但是如果你没有小乘做基本 你也不可能修大乘 我问各位 各位生命苦不苦啊 生命苦不苦 苦你为什么还在家呢 你怎么不赶快出家呢 你还不觉得苦 我们出家之所以出家 就是觉得生命苦 没有第二个路而已 小乘的阿弥陀佛 就是体悟到佛陀所讲的苦即灭到是身体的苦 对不对 而且从苦里面找到苦的因 无名贪而执着 而想灭苦而修道 这样可以 所以他要持戒来修道 所以各位要去经常思维生命的苦 当然你还没有结婚 你不容易去思维这个 你只想说 哎呀谈恋爱多快乐 结婚有个家多快乐 对不对 所以爸爸妈妈如果结婚了 结果儿女还结婚 算你修行失败 因为你没有把真相告诉对方 爸爸妈妈如果离婚了 你儿女更想结婚 那你更失败 你已经痛苦了 你干嘛又把他推落苦海呢 那你就说 哎呀这个年轻人嘛 我不能跟他说 那你这样就是 你不负起责任 只能说 他想要结婚谈恋爱 你必须告诉他 很苦哦 你准备好了 就像你要去开刀咯 去吧 但是你要去试试看可以 但是各位你要一直提醒这个 要提醒这个 所以 佛教最大的功德呢 是什么来 劝人学佛 这个是佛教最重要 劝进行者 关无良受精最后一句话 劝进行者 你能够把你知道的 想尽办法去告诉别人 所以我常问各位 请问各位来住在美国 移民在美国的目的在哪里 你要回答 普渡众生 要把佛法 传播到边地来 你要把它改变你的动机来的 因为这边实在很难呢 你看现在做意里面都是我们华人 华人有福报耶 认为佛法是很正常的 但是西方人实在不容易 因为他没办法相信 就像我几个月前去法国 我去法国做焉供 他们问我干嘛要做焉供 我说供养佛以外 不是给鬼道 那个会长呢 佛教会会长 叫我不要谈到鬼 他们不相信有 我说你做会长呢 爸没有 不要讲不要讲 会长就是罗子 所以我说 原来我们 像我们洛克会长就没问题 因为他是华人嘛 但是你用西方人 你要跟他谈这个 他很难理解 如果他很难理解这个 你就要去修悲心 他更难理解这个 所以各位对西方人要有悲心 哎呀他们很难呢 所以轮回的问题 夜报的问题 对他们很难 他们需要有信仰 但是他把信仰当作一种 心灵的享受 打坐 meditation 静静的 讨论那个道理 这样而已 但是他不知道 学大乘是悲心 微笑 拥抱 真心的对待你 而不是把那个道理拿来看 所以 那今天 第一天晚上 不能讲太严肃 讲故事好了 好不好 但是明天要受八观灾戒 调查一下 这辈子没有受过八观灾戒的 举手 没有的 没有的 拜托你们一定要来 一次 受一次八观灾戒 六千六百六十岁不堕落地义鬼套出身道 受一次八观灾戒 做一次皇帝 要不要做皇帝 受一次八观灾戒 六十万事的富贵 所以 佛陀要我们 所以佛陀说了 百千万亿黄金不实 哦 福报很大 那不是功德 那是福报 但是 不如在福前 拱一杯水的功德 因为佛是无上福田 所以我要经常供养三宝 所以每次我来佛坛看 装不装严 太装严 一定要念这句话 这叫什么 水洗功德 看看看 我不理他 所以你看到什么事情 你要升起 哇 这个扑伐金刚弹成 装不装严 水洗功德 了解吧 你一定要这样去 一直去水洗 然后说供养 这个水洗也是最大的供养 虽然花不是我们亲自带来 前面的花装不装严 装严 水洗功德 那等于这个花的供养 就是你的功德了 我们不是贪功德 我们是要把这个功德 布施 希望 连地狱恶鬼道 都像极乐世界的花园一样 布施给他们 就像有人拿漂亮的花 一束供养你 你快不快了 快乐 所以在佛前有这么庄严的供养 你要讲水洗功德 所以我们做一下供养 有人问我说师父 晚上供养什么 好在我是台湾那边 那边是白天 地球是圆的 所以以为众生而供养 没有分白天晚上了 所以因为众生需要吧 我们替他供养 让他们有福报 所以来 所以把它讲完好了 所以百千万亿黄金布施 不如佛前供养的功德 再来 佛又说了 你把全世界的三宝 都做成黄金 都做成大供养 无量节的功德 福报大不大 大得不得了 不如守一条戒力的功德 所以你能够守一条 不杀身戒 那超过前面的功德 但是不是说 前面功德不要做 很多人断章取义 佛陀说 以这个布施做基本 再加上持戒 那就圆满了 所以佛教叫 布施持戒忍辱 这样的意思 所以那持一条戒的功德 不可思议 当然佛陀又说 你持了百千万 维系戒的功德 不如什么功德 忍辱的功德 不要生气好不好 你要发愿 不生气 不欢迎 做不到的 你要发愿 如果我生气 就下地狱 如果不发 不发你就做不到 你做不到 你永远做不到 不可能的事情 你要敢发 发了以后 你放心 佛菩萨会原谅你 因为你每一个愿就有护法神 护法神会提醒 会提醒你 当你一生气 或水巴骂人 你就会觉得不舒服 那个叫戒体 戒体 就像台湾有一位广化老法师 有没有听过 他是一辈子不摸钱 晚上不吃饭 叫顾不死 那有一次他病得快死了 然后医生叫他吃一点稀饭 免得他虚弱而死 但是老和尚不吃就不吃 信徒都跪下来 老和尚你要为大家住世 听起来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 你要为大家住世 你一定要喝 不然你死了怎么办 老和尚被逼到没办法了 他们拿着稀饭 医生说你一定要喝 他就拿起来 一喝下去 牙齿跳出来 老和尚说你看吗 不行就不行 医生都服了 这样牙齿会跳出来 这个叫戒体 那老和尚一辈子不摸钱 那有一次信徒不知道 拿外套拿错了 搭在老和尚身上 那个钱飘飞出来 戒体 所以如果你有持戒 那这个戒就会保护你 你放心 所以那各位一定要发怨 事实上什么叫怨 念一下 怨名为戒 每一个佛都是发怨和称佛的 所以在大称佛教 寺院是戒律 众生无边是愿 这个叫戒 敬畏来即不杀身 这个怨叫戒律 所以各位要敢发怨 如果你不敢发怨 你就给你自己不好的机会 你要发了这个怨 因为佛菩萨就会帮你 护法神也会帮你 排斥掉对方 不会让这个事情发生 这是一个愿力 很重要 所以忍辱的功德 超过于慈戒 慈戒的功德超过于布施 当然佛陀最后讲 慈悲的功德 包含一切 所以我们讲慈悲 所以你要以慈悲心 去世间的布施也要 出世间的布施也要 忍入慈戒禅定经 统统要 这个代表慈悲 但是你要圆满慈悲 要如何 来提振空性 我们世间的慈悲 是有范围的 有界限的 有限制的 那佛教的慈悲 叫大慈大悲 大慈大悲是 包括对敌人 包括对不同 任何一个宗教 所以慈悲没有敌人 所以如果你还有敌人 就不是慈悲 但是你要达到这个阶段 必须要达到 无我的空性才可以 但是各位 你千万不要 为了这个每天 去打坐 修空性 而放下慈悲 那你就要琢磨了 最快的方法是 不断地去慈悲 从慈悲 把我消除掉 我们叫自立地 比如说 我慈悲地去布施 这样我才可以消除 我对金钱的吝啬 对不对 执着 而且我还可以 帮助对方离苦 给对方结善缘 更把这个功德 回向成佛的智慧 那你要勉强自己去做 所以在这一点 大乘的修行 是不离开日常生活的 特别是我们华人 我们社会关系 比较好一点 不过老实说 各位住在美国 有点危险 为什么 他喜欢 框框框框起来 一个小王国 独家花园 然后跟隔壁 好像很少打招呼 这样慢慢慢慢 个人主义强了 你要去慈悲就很难 慈悲你必须 要经常接触众生 你要设法让自己 不要说 我自己搬到山里面 所以我时空说 你搬到山里面 以后变成怪老人 个性怪怪的 所以谁也不能侵犯你 那这样你就 没办法把这个 我给它消除掉 因为你有你的个性 你有你的傲慢 特别在西方国家 很明显的 看到那种慢傲慢 这个会付出很大的代价 火灾 海啸 飓风 这就是傲慢的业 所以这些 这没办法 因为我发觉西方人 大部分 很多优秀的 过去世都是天人 天上的神 天人 然后天人的福报完了 现在偷胎做人 这样而已 他还有一些天人的余福 所以他有一个自由的空间 但是这个是对他不好的 但是又没办法 但是各位你想到这个 你要对对方生起悲心 悲心 所以当然生起悲心 再念下来 以心传心 那你要跟他念 念一些咒啊 佛号啊 转变他的念头 这是你要做的 当然你不能问说 有没有效果 但是你这样做 对你有没有帮助 有帮助 而且佛菩萨不可思议 你只要有一个悲心 佛就来护士你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阿弥陀佛说 你念我阿弥陀佛 十方诸佛都来赞叹你 因为十方诸佛赞叹阿弥陀佛 所以那动机 你只要有这个动机 是利益众生 这样就好 好 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 慈悲的奉献 就仅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 带着大家吃素 放生 失食 救苦救难 到处去利益众生 愿大家都护士 生命电视台 让佛陀的智慧 让佛陀的大悲心 充满这个世间 护士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世事为主 有一位刘先生 他在当地 是出了名的善人 经常救助老弱 也经常放生护生 哇 这条鱼可真大只啊 是啊 这种鱼越大只越好吃 这条鱼是我刚补上来的 你们看多新鲜啊 你们要买吗 多少钱呢 这一只一百块 啊 这么贵啊 你看这鱼多大只啊 买一百一点也不贵 这种鱼的味道相当美味的 老板 来来 我买了 哦 这不是刘先生吗 刘先生 你不是吃素吗 今天怎么也想买鱼吃呢 不是了 我买它 不是要买来吃的 我是想将它放生 啊 你要把它买下来放生 是的 谢谢你 这位先生正要有善心的 他竟然买下这条鱼 要来放生了 你不认识他吗 他可是一位大善人 经常买些鱼虾鸟类来放生 是啊 刘先生非常有菩萨经常的 哦 有一天夜晚 刘先生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这是哪里的 是谁啊 请问你是谁呢 我是宋朝的曹汉 曹汉 你是北宋的将军曹汉 是的 我的前世在唐朝时代 是个做买卖的商人 偶然经过一间寺院 恰好当时有法师正在讲经 我便发心摘森供养 并听经半日 因为这个善隐医员 使我生生世世都能做个小官 直到了宋朝时 更当了拼将军 也就是我曹汉 原来是这样啊 不知道曹将军来找我 有什么事情吗 刘先生啊 听说您是一位大善人 所以我是来求你救我一命的 救你 我要怎么救你啊 明天菜市场 第一头被杀的猪就是我 我恳求你可怜可怜我 救我一命啊 第一头要杀的猪是你 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不是曹汉吗 怎么又变成猪了 这说来就话长了 我在担任宋朝偏将军时 有一次带兵攻打江州 可是却久攻不下 将军 江州城引风死守 我们久攻不下 小小的一个江州城 竟然不知死活地阻挡我们大军 立刻调集军队 全力攻城 是 与于一个江州城 竟然害我损失这么多将士 等攻进城后 我肥给他们点颜色瞧瞧 后来江州城终于被攻了下来 我军也算是残住 为了攻打你们这个小小的江州城 害我损失了众多将士 今天我就要为他们报仇 来人啊 把江州城里的人全部都给我杀了 是 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实在太残忍了 是啊 实在懊悔 正因为我杀业太重 所以受到了惩罚 生生世世 转身伪诛 原来如此啊 杀业深重 是必然会遭到果报的 是啊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过去我不信因果报应 现在知道了 却也已经来不及了 我的哥哥逃避了 但临时不肯忘杀一人 结果 紧心复杀 而我 却落得如此下场 刘先生啊 明天我就要被宰杀了 求你可怜可怜我 救救我吧 好吧 我答应你 真是太感谢您了 真是一个奇怪的梦啊 第二天一大早 刘先生便来到了市场 他一到市场 就听到一家杀猪店里 传来哀嚎的猪叫声 哦 可能是这家杀猪店 进去看看 老板 请你等一下 不要杀这头猪 曹汉 老板 这头猪请你先别杀 我想把它买下来 你是说 你要买下这整头猪 是的 刘先生出钱买下来这头猪后 便将它带回西园放生 你现在自由了 不会再受到伤害了 刘先生 你怎么在这里呢 我刚买下一头猪 将它放生在这里啊 啊 你买猪放生 哦 这头猪可不是一头普通的猪啊 它的前世是北宋的将军曹汉 只因杀业太重而转身为猪 昨天晚上 他托梦给我 求我救他 所以我就把它买来放生了 是吗 这件事听起来还真有些奇特啊 不信的话 你叫他的名字 他会回应你哦 真的吗 那我来试试 曹汉 曹汉 是真的哦 只是他既然已经转世为猪 怎么还能给你托梦呢 或许是因为他前世听讲国经的异典福报吧 当天晚上 刘先生又一次梦到了曹汉 刘先生 今天多亏了你 否则我就要惨造杀戮 现在我在西园过着无忧的生活 真是太感谢您了 不客气 希望以后你真能回过 早日免除世事为猪的国报 是啊 如果我有机会再次转世为人 我一定要做一位像您这样的大善人 哦 对了 如果平常眼见有像你一样的 悟命要被杀的时候 该用什么方法才能解救他们 唯有听到念佛声才能免除痛苦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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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求您 凡时看见将被宰杀的悟命时 请替他诚心念佛 不但能帮助他们解除苦难 还能超度其脱离恶道 经历了这件事情之后 刘先生更加确信英国的真实 重什么因 得什么果 因缘国报 是逃不住的 他也更加经历了 行善积德 放生 互生的信念 与决心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沙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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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舟上长长长长 生命殿势 慈悲放眼督